嗨 大家好 好久不見 我今天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我手邊的紅色唇彩 總共有五支 然後有兩支呢 是我今天也是第一次擦給大家看 那這五支呢 就是它們的質地效果 顏色會有一點點差異 那質地呢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質地 那品牌就是有NARS Chiseido Giorgio Armani BBR 跟Line Prime 那如果你在想說 冬天要買什麼樣的紅唇 那可以繼續往下看下去喔 後面會有我的試色跟可以看皮膚跟顯牙齒白的程度 那喜歡的就繼續往下看下去囉 這一支是資深韓國際貴的唇釉 色號是RD501 是屬於比較光澤感紅唇 那缺點就是比較會黏膩 就是風吹的時候啊 頭髮很容易沾到嘴巴 所以擦這一支的時候呢 我覺得還蠻適合把那種低麻味 就是看起來帥氣又很癡性 然後又不會沾到嘴唇 那它的飽和度呢 可能上一層的時候沒有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百分百的飽和 但是它的減色度還蠻好的 所以其實你平日啊 想要擦淡一點的紅唇就可以擦一層就可以了 然後想要再紅一點的話就可以上多層一點 那這支其實也蠻顯牙齒白的 那這支其實也蠻顯牙齒白的 那這支是我在某年聖誕組買的 4號是Daily Catch 然後它的顏色是比較偏一點點的鮮紅的紅色 顏色非常的美 就是很低調光澤感 但它不是那麼的好推 就是你上的時候低層你要用力一點 顏色才會上去 但是一上去呢 顏色飽和度超好的 那它的唇膏頭都可能比較大 所以我都還是會用唇筆啊 去做輔助 描那個邊邊 這支呢 是我今天第一次使用它 那它讓我擦起來的效果感覺非常非常的驚艷 就是我第一筆下去的時候我都有嚇到耶 怎麼怎麼可以這麼的美 顏色好飽和好顯色 那它的顏色屬於真的很鮮紅 然後顏色非常的強烈 那我會比較建議可以搭配簡單的眼妝跟妝容就好了 那它這支呢 就是插上去整個變主角耶 就是全世界都看你紅唇就好啦 我就覺得這支也太美了吧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是在考慮要買什麼紅唇的呢 我可以建議你先第一個跑到這個櫃看看 然後去試擦看看 那如果你喜歡的再買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靈感會買 因為真的是太美了 這一支呢 我覺得非常的妙 因為它本身的質地呢 是液體的 那它擦上去的感覺呢 就像水狀一樣 那它乾了之後呢 就變成霧面的效果 那它超不掉色的 就是你吃飯喝水啊 就超級不會掉色 那相反缺點就是比較很難卸 就是你要敷久一點的卸妝液 然後它就是卸多次一點才可以卸比較乾淨 那它的香味它是比較有香草的味道 比較濃一點 然後呢 嗯 效果還蠻好的 但是你它乾的時候你會有覺得東西在你嘴巴上 但是也不會太影響什麼 對 然後它是我覺得非常非常霧面的春菜 最後一支是BBR的唇彩 色號10號 嗯 我看到蠻多人在分享他們的唇膏 所以我也還蠻好奇的 所以就也買了他們一組五支的唇膏 因為還蠻便宜的 一支200多塊吧 對 那今天也是我第一次擦它 它的顏色效果不是那麼的正紅 它就是比較偏粉一點 淡一點的紅色 所以假如你不是那麼喜歡太大紅的人呢 這支也還蠻適合的 那也還蠻適合小織女 因為真的是一支200多塊 真的很便宜 那它擦在嘴上的感覺 就是還蠻輕柔的 你會就是嘴巴沒有感覺到任何東西 就是很適合平常擦 然後它也是比較霧面 也比較不會有黏膩感 所以就是 優點很多又很便宜 所以是一個CP值很高的紅唇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次的紅唇分享 那趕快去找一支適合自己的紅唇吧 那買紅唇之前呢 不要忘記幫我按讚跟訂閱我的頻道喔 下次見 掰掰